一碗麵 通常人進來 用一分鐘不用的時間 便會做到一碗麵 中國和它的餐廳 是非常多的 我們走從城市到城市 去探索市場的景點 和見到其他人的背景 這是City Bites 這次我們去香港 Hong Kong people eat fast Hong Kong people eat fast As much as they love food They don't have that much time to eat Here in the city You'll often see people eating a bowl of noodles While standing or getting take away So they can eat while they work I'm not hungry I'm in the city I'm in the city I'm in the city 約 4 o'clock I'm in the city I'm in the city I'm in the city This is Zhao Sihman 他家裡的小小菜餐廳 在香港的小菜餐廳 紅腸、香腸、肥油腐皮卷 我們用薑油 先做味道 食物沒有酸味 而且會好吃很多 準備了一段時間 但當他做了一段時間 他可以在一間餐廳 完成所有食物 七小時便開門做生意 一天我們可以吃三百多碗 譬如他要趕時間上班 我看過去大概四至五分鐘 譬如他不趕時間大概十分鐘 車仔麵代表香港 可以說一定是特色的快餐 車仔麵 Cart noodles first appeared in Hong Kong 在1950年 當移民從中國的移民 開始賣了小菜餐廳 在那時 Hong Kong was building and building 建築工人會來吃一碗 快餐廳 前往工作 我們小時候 父母都是推車仔買街邊 你不吃 有什麼東西吃 香港很多人類似 近乎我這些歲數 他們都會吃過街邊 可能我們買了一碗麵 然後前面是酒櫃 那個老闆或老闆 就推著車仔走 但你個人繼續 就會站在那裡拿著碗麵 當可能五六分鐘 你就看到他又回到原位 繼續做生意 其實車仔麵 其實車仔麵 就是差不多 那時是演變出來 成文大中化 其實時段沒有分 想起就吃 特點 你可以用不用那麼多錢 而吃到幾樣菜 A cart noodle shop can offer more than 20 different types of toppings How is a tiny shop able to offer such variety? 我叫李元東 是狗雞食品廠的老闆 主要是做魚蛋、燒賣 狗雞是一位 HONG KONG'S LAST FISHBALL FACTORY 但它是一個大型公司 那製造近半部分 市場的需要 最初我們接手的時候 產量很少 可能一天只有六、七、八斤 現在很多東西 就是機器生產 人手只不過是一種 即是附造成色 看下機器之類的東西 可能一七、八年那時候 最多的 可能就有過六千斤 我們起碼來說 小食檔、車仔麵 甚至戲院等等 這就是HONG KONG'S LAST FISHBALL 這就是HONG KONG'S LAST FISHBALL 就攪拌出來 放在打章機那裏 就打 第四個步驟就是 下出魚蛋、出魚蛋、出魚蛋 又可以較大些、小些、中些 然後就在水溫裡定型 就是油炸 磅廠也是自動磅廠 然後我們就包裝了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都是用不可以 它那個吃出來的味道就鮮味 嚼下去就有些嚼頭 還有一些彈性 我在香港超過42年 我80年 我16歲下來香港 以前那些魚蛋就比較單調 但是它可以只有兩、三種味道 所以現在的變化 口味就多了 但是現在的店舖 就多了 周圍都可以買 甚至是戲院都可以買 今天你不再看那些 古代的車子 在香港的街上 但車子都還可以 在整個地方 辦公室的人 特別喜歡他們 我叫Angela 明尊負責人 經營了明尊已經有十二年了 開店之前 我和我先生都是打工的 但是因為她喜歡煮東西 我們就不如 試一下 去研究一下這個車子 怎樣做 Angela started明尊 in 2010 and she now has two stores We are at her second outlet in Causeway Bay one of Hong Kong's busiest districts 以前最主要都是 豬紅、蘿蔔、豬皮 這些為主 不過現今經濟好 還有款式會多了 通常人們就會吃油麵多 也都會好看麵質的軟硬度 然後製作過程 就要計算 And finally, time to order and dig in 我也是 會選擇 豬紅、蘿蔔、豬皮 冬菇 然後我喜歡吃油麵 這是最經典的混合 我經常吃的 有趣的吃法是 油麵拼麵粉 它好像有 硬硬硬 又拉 有一點 柔一點的麵 的感覺 口感 這是我第一次 混合 兩款麵 我覺得它的質感 很有趣 我從來沒有吃過 這些 可以選擇類似齋的食物 例如豆腐 美味齋 酸齋 蘿蔔 菜 冬菇 這些配料 香港是經過不斷的變化 和比較沒有這麼富裕 沒有這麼多物質 沒有這麼多食物 一直變化到現在這麼多東西 小朋友吃的食物 你一定要有這麼經濟 才能夠普及化 帶頭小食就是 經濟第一 第二樣東西 真是熱辣辣 你什麼時候吃下去都感覺到好吃 是一種從曬到大 一種情意結 我認為是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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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Lynn 製作者 這個節目 正在香港 工作 我經常說 為什麼香港人 要吃這麼快 但是現在 我明白了 歷史的原因 我確實感到 很便宜 而且 我現在也有利益 快食物 香港食物 很快 很美味 很美味 我真的喜歡 很容易 我可以拿 一口碗 或是 一口碗 從7-11 在午餐 沒有想想 希望大家 喜歡這個影片 請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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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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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